一整排的機車停在路邊的機車隔離 有時候你想要通過 必須要穿越像是這樣的車縫隙 有時候如果一個不注意 就很容易踢到 沒有收起來的腳踏板的受傷 外突的機車後座腳踏板 位置高度剛好對到小腿近骨中央 如果一不小心踢到有多痛 有時候走慢一點還好 可是走快就踢到真的是 就是會一陣子不能沒辦法動 就那個當下真的是 就讓你就是痛不欲生這樣子 有...整個黑掉 這個機車腳踏板 正確名稱叫飛旋踏板 不是每台車都有 有些騎士為了後座的人 方便坐車會特別到機車行家裝 它那個家裝的話 就是變成說要去做切割 然後去燒上去 對 就是變成額外的改裝這樣子 機車踏板原本的目的 是要讓後座乘客腳比較好放 但駕駛忘記收回去 卻造成路人碰撞受傷 因此腳踏板也被稱作 小腿終結者 其實除了腳踏板 機車的兇器還有它 後座手把貼滿酒跟鐵釘 光是用看的就覺得很可怕 更不要說是伸手去碰 在新美市的土城 最近就有一位富人 慘遭刺傷 這樣惡劣的舉動 早就不是第一件 台中的一種商圈也發生過 其實不管是想要阻止他人 移動車輛再把手碰鐵釘 還是飛旋踏板忘記收 只要造成民眾受傷 都可能涉嫌傷害罪 小心可別處罰 接著公寓的鄭景城 台中採訪報導